上夜的部分 選擇這一件寬鬆版的黑色襯衫 褲子的話也是一樣 選擇了白褲 今天呢就搭配了一個全黑的穿搭 然後都是防水的機能面料 所以天氣呢 越來越熱 算是正式進入了夏天 所以必須拍的題材 就是一週穿搭 那今天第一天比較特別的是 我等一下參加婚禮 所以我今天這套搭配其實是屬於婚禮穿搭 所以今天的穿搭呢 就是一樣維持了我習慣的寬鬆鬆身搭配 但是單品的選擇上呢 變得比較正式一些 上夜的部分 選擇這一件寬鬆版的黑色襯衫 褲子的話 也是一樣 選擇了白褲 白色配黑色就是比較簡約成熟一點 一週穿搭 第三天 為了避免在發生昨天的狀況 今天呢 就搭配了一個全黑的穿搭 然後都是防水的機能面料 帽子的話 就是搭配了Beams跟Netflix聯名的漁服帽 它的特點就是在它的側邊 有做了一個Netflix的logo 然後做了一個小袋子的設計 我自己習慣會把前面的帽顏這樣捲起來 一方面是視線比較不會被遮住 再來就是看起來比較有一個不同的造型感 襯衫跟褲子都是PPP的 然後上衣是去年的款式 褲子是今年的款式 兩個都是防水的 可是在面料的細節上 有一點些微的不同 上衣是比較偏向起皺感的防水面料 褲子的話 就是比較偏抗撕裂布滑面的防水面料 再搭配了我裡面一個內搭的黑色吊搭式滑膚格的面料 所以我全身即便都是黑色的 可是看起來也不會太過無聊 沒有層次感 有一個細節變化的感覺 鞋子的話 就是選擇了SALOMON的XT6 GORTEX版本 等一下就算雨暴大 拎到它 都完全不會心痛 我覺得這就是天氣不穩定的夏天來說 GORTEX防水最方便的地方 每次拍完穿搭 腳上平均就會多3到5個包 這就是夏天拍穿搭 最煩的地方 今天也太熱 那今天的穿搭呢 上衣的部分就是搭配了SELTON 應該是念SELTON 反正就是身上這件藍色的襯衫 它是比較正宗的那種材質 但是比較寬鬆一點 褲子就搭配來自HALLE的牛仔寬褲 這條褲子之前入手之後 我就真的非常非常的喜歡 它本身是水洗的面料 再搭配了彈性的纖維 所以它這件有牛仔褲的寬鬆水洗感 又有那種彈性褲的舒適就非常的特別 所以這條我真的超級喜歡 這條褲子因為真的是真的做得比較寬大 落地一點 所以我的鞋子就搭配了BB的短靴 因為它的頭比較寬大一點 就可以把我的褲腳撐起來 不會讓它整個脫在地上太沒有精神 然後因為襯衫跟鞋子都比較偏正裝的元素 所以又搭配了一個貝雷帽來呼應整體的穿搭風格 那今天的搭配就是有點介於寬鬆跟合身的中間 帽子的部分來自MOIFE的一個韓國品牌的帽子 它是機能帽 但是它的帽圓做得很寬 所以就可以比較修飾我的臉型 讓我的臉看起來比較小一點點 上面的部分就搭配了來自TIE BOOTH的圖梯 這件圖案我自己非常的喜歡 它是用色彩恐懼 好像是這個一個精神疾病的概念去做的一個圖案 褲子的話就是搭配了CP COMPANY的短褲 鞋子的話就是搭配了NB990 V1 我個人最喜歡的一個V1配色 它是灰色調 然後比較復古的版型 再搭配了長毛的麂皮 整體配上這套軍工裝 我覺得就非常的好看 那今天的搭配呢 就是穿了上次影片跟大家介紹 來自BOA的內橄欖球短袖 它就是一個很特別的水洗藍色 再搭配了斑駁的這個橘色的字 對 這件是我今天的整體搭配重點 帽子就搭配了顏色差不多相近的藍色帽子 來自Minsquire 然後眼鏡的部分就搭配了TVR的後名505 鏡片的話選擇黃色就可以呼應我衣服的黃色 有一個帽子跟衣服呼應 眼鏡跟上面的圖案呼應的感覺 褲子的話則是搭配了GAP的亞馬短褲 最後呢就是衣服的部分是藍色嘛 就在穿了990 V3的水洗藍版本 兩鞋子跟衣服再有個呼應 而且因為它的本身也是有種霧霧水洗的感覺 就可以更呼應上這件衣服 因為現在的雨超級大 所以今天的搭配介紹可能會雜音偏大 大家再稍微見諒一下 今天的穿搭呢就是走一個比較簡單簡約的感覺 上衣來自Urban Research的寬鬆白T 比較特別的是它這件是做了鞋尖的設計 上身的輪廓就是很鬆身很優懶 褲子的話則是來自BIMS跟Levis聯名的加寬版501 呼應我上半身比較鬆身的輪廓 但因為整套搭配其實配色比較簡單一點 第二個亮點呢就是我頭上的這一頂帽子 雖然它本身是花紋比較花俏一點 但它畢竟是單純的黑白 即便它花 但是也不會太過突兀 鞋子的話就搭配來自Pedro的板鞋 那這套鞋比較特別的是 它的黑色的地方跟白色的地方是異材質的 白色是屬於一般的皮革 黑色的地方則是使用了牛仔麵料 比較有層次的水洗黑 剛好我的帽子是黑白 鞋子也是黑白 就可以了一個頭尾呼應的感覺